HELLO 你好 我是耀君 在上個影片當中我們談到了 用好禮換好評的超殺手段 那在今天這影片呢 我就要與你分享一個更加高端的技巧 讓顧客可以自願的留下五星好評 而不用你的任何好禮 雖然我在上個影片當中有說到 我們可以用各種好禮換好評的方式 讓顧客留下的評論更有價值 但會不會有那一些 給完五星 寫完評論 拿完好禮的人 在離開店面的時候把這些評論給刪除掉呢? 不用說 還真的不少 像這個案例就是啊 有個學生來店裡寫評論換甜點 結果吃完離開店面之後呢 就把這個評論給刪掉了 那店家氣不過 就把這個學生的資料給公佈出來 雖然店家的做法有爭議 但店家的心情我是可以體會的 為了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啊 其實我們可以將店面佈局成可以觸發情緒的場景 什麼是場景? 場景分為場和景 場就是時間與空間 景就是情境與互動 那他們合起來的定義就是 當用戶停留在這個空間的時間裡面 要有情境與互動 讓用戶可以觸發情緒 這邊講的有點抽象 我們以常見的吃飯場景為例 你覺得吃飯的意義是什麼? 單純填飽肚子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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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呢 尤其在華人的世界裡面 吃哪餐 在哪吃 和誰吃 什麼局 吃飯的時候要帶什麼 每個場景和每一個目的都不盡相同 比如 早餐我們要怎麼吃 是自己吃呢? 還是去優雅的早午餐店點一份早餐 然後拍照上傳自己的朋友圈呢? 或者你願意在早上六點半的時候 參加像B&I這樣的商業聚會呢? 以上這些都是不同的早餐場景 那中午我們會怎麼吃呢? 是自己帶便當一邊追劇一邊吃 還是幾個同事一起叫便當 一起在會議室裡面邊吃邊聊呢? 或者中午外出參加一些商業聚餐呢? 以上這些都是不同的中餐場景 那晚餐我們可以怎麼吃呢? 哇!這就豐富了 回家吃是一個場景 在公司加班叫外賣是一個場景 和朋友聚餐是一個場景 和戀人約會吃一頓浪漫的燭光晚餐 是一個場景 請顧客一起去吃飯也是一個場景 而如果你想要求人幫你辦事 可能也要擺個一桌請他吃飯 這也是另外一個場景 所以假如你是開餐廳的 就絕對不要說齁 你的商品僅僅就只是提供那個菜而已 你不需要把所有的行銷經歷放在齁 一直強調你的菜有什麼樣的特色 有怎麼樣的擺盤 好吃、美味、營養或健康 中式、日式、義式或者是火鍋 其實這些商品都只是一個基本而已 人們會來你的餐廳吃飯 更重要的是要能夠融入那個場景當中 所以你的餐廳除了提供菜色之外呢 最重要的還是要營運好一個場景 為什麼? 因為商品能夠解決問題 場景才能夠觸發情緒 離開場景的商品 其實是不合格的 因為這些商品僅僅只能解決問題而已 並不能觸發情緒 而當情緒沒辦法觸發 顧客就不容易掏錢購買你家的商品 也不願意留下他打心底認同的五星好評 反過來說啊 當你提供服務的場所 能夠打造成得以觸發用戶情緒的場景的話 對這場景產生共鳴的人們 自然而然會留下真心的五星好評 那假如我們的店面 是設定成讓家長可以放鬆的場景的親子餐廳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店面的一個角落 做成讓孩子可以放電的遊戲區 讓家長可以在用餐區充充電 讓孩子可以在遊戲區放放電 像假如我們開的是可以協助女生變美的美容店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店面的裝潢啊 擺設啊風格 做成會讓女生感覺來這邊可以放鬆 可以獲得專業美容服務的場景呢? 而就算我們的店面是那一種假仇霸的小吃店 其實啊 我們也可以試著放上 可以與顧客互動的回憶牆啊 或者是各種活動的照片紀錄啊 或者是大胃王比賽的成績排名等等 我們就要試著去 增加可以觸發顧客情緒的點 讓顧客對我們的店家有感情 這樣 顧客留下的五行好評 都會是真心誠意的 也就更不容易刪除掉啊 OK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的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Q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河河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